李亚鹏跟王妃离婚多年的时间,如今女儿李妍也长大了,李亚鹏也该有自己的生活。 Suzi是李亚鹏自离婚后唯一承认过的女友,算算时间,两人已经恋爱一年的时间,当时李亚鹏很快就官宣了女友的身份。 Suzi是个喜欢唱爵士的文字工作者,是自己欣赏的独立女性,对女友一段夸赞。 4月21日,Suzi在微博晒出了一张美照,配完,总算没烫了。 Suzi就是出门做头发去了,以前她是短发,值得,看来Suzi是想换个发型换个心情。 Suzi最新的发型,有还是唱的还是个性,对比之前的发型,现在这个更有些成熟,叛逆的伴。 Suzi当天化着淡妆,穿着墨绿色外套,挤着灰色围巾,仍旧是体质非凡。 当初,李亚鹏跟Suzi接手背叛后,看到Suzi的长相都在说,这个体质简直就是第二个王妃,不管是长相,上,还是身材上。 Suzi都不输天后王妃,而且两个人还都是唱歌的,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。 这几天,Suzi频频晒出美照,来到了安琪的一座山上。 Suzi戴着墨镜,穿着墨绿色外套,为了保暖还加了一个黄色外套。 Suzi身材高巧,李亚鹏格子也很高,这个角度确实很像是李亚鹏拍摄的。 两个人一起来旅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Suzi穿着黄色漏肩毛衣,秀出那天大长腿,腹白冒昧起之家。 Suzi望着窗外若有所思,仿佛有一个就着心事的样子。 Suzi跟李亚鹏一起约到山上约会,山里还有一间这样干净舒适的房子,倒确实别有一番味道。 不得不承认李亚鹏是真有眼光,等了那么多年,终于找到一个比王妃还要漂亮的女生。 Suzi这样的女生是很多男生的。 理想行吧。 Suzi还晒出一组扑扑的照片,戴着墨镜,穿着黑色衬衣,搭配黑色短靴,大红色外套,黑色长筒靴子。 冲着镜头有些糟糕的样子,这也就是男友李亚鹏的视角。 难道说,这些日子,两个人都在一起,两人都是成年人了,而且恋爱已有一年的时间,就算是同居在一起也是正常的。 除了李亚鹏在微博承认恋爱之后,两个人恋爱以来,一直都非常的低调。 有网友Suzi平时健身吗? Suzi回答说,不见,不过要开始健了,身材这么好,还要去健身,这是为了男友李亚鹏吗? 女神实在是太自律了,有网友问她怎么那么瘦? Suzi回应说,少吃米饭多吃肉,女神真是可爱,看来不仅长相上向王妃,就连性格上。 Suzi也是很可爱,很有王妃调皮可爱的一面。 Suzi回答说,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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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